又大根又好吃 不吃你们后悔 等他们吃了你们就会吃 婚来就14年左右吧 我老公是进江 我是南安 孩子有孩子了嘛 就想让他到一个大一点的城市来教育会好一点 我小孩留各位就来到现在 儿子现在就读初一了 因为我老公也没有什么特好的长处嘛 然后找工作可能也没有特别理想的 待遇特别好的 我亲戚做的也还好 那我就想说要不就尝试一下咯 对 因为我们这做学生了嘛 人情就会比较固定 相对比较固定 那如果你品种不多 他吃了就会腻掉嘛 那你品种多一点 他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 开始是从烧烤开始做 然后慢慢慢慢的一直扣 然后单品就会相对来做 就会比较齐钱一点 再来就做串串香 串串香接下来就发展到做蝴蝶 然后有10个了 10个了现在是还没开始在做 那时候你会的东西也很多 那就慢慢摸梭 慢慢学 每天晚上都开到 收完店都已经差不多凌晨一点了 所以我们都没回去 那那个学生都已经很辛苦了 就是参演都很辛苦 不是只做些事 美国的教导人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